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冷却 打开模子 积木一个个掉落在输送袋上 集中装箱送往装配工厂 我们的东西事实上是少量多样化的生产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木屋上面 就有561个关键的零件 所以如果东西都外移到大陆 那它大陆的工厂事实上是比较适合 是大量单一化的生产 一盒盒积木最后在作业园 称重确认无误后截取装箱 从南投工厂运送到欧美甚至中国大陆 打破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的刻板印象 不只如此更颠覆一般人 对塑胶积木的想象 我们的积木有什么样的特色 可以马上让人家知道跟乐高的不同 那我们就是可以六面结合 那我们可以用五个步骤 从平面做立体的变化 比如说步骤一 二 三 四 五 小小积木在总经理林佳配手中 能堆叠也能旋转 靠着单点连接 可创造出九亿五千八百种变化 这是他父亲四十年前的研发成果 他就慢慢自己踹踹踹 然后发现两公分是让小朋友最好可以拿取的一个尺寸 那颗粒要怎么做结合呢 那他就想说好吧 那让它一面有凸出来 五面有凹进去 那时候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到法国那边参访小朋友 就是用我们的积木做学习的一些过程 他们的教育方针 如果政府有不一样的需求 比如说教齿轮 那后来他们需要教到太阳能 那我们回来也是把太阳能做成积木化 不关世界最大的积木公司乐高硬碰硬 34年前聪明转向研发积木式教材 成功跨入学校市场 法国和德国的小学都拿它当教材 现在更将积木结合科技 应用齿轮 马达 绿能 编写程式 做出各种机器人 爬枪机器人的话 它是利用气压帮扑的 一说一放的一个 就是吸气放气的一个动作 让它的吸盘可以收放自如 第一次积木到美国的话 是六月的时候 那到目前已经卖出六万八千株了 四十年来累积超过五百种零件 搭配出两百多种品项 靠着动手东脑堆砌出四亿年营收 背后所代表的是 台湾人正在用积木翻转全球教育